各位护法信徒大家吉祥 那今天是我们今年孝道月 那梁皇法会第十卷圆满 那么在圆满之际法会开始之前 我们邀请到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秘书长 还有金光明寺的住持 绝培法师来为我们法会开始 谢谢 为了给很多不同区域的人 看得到这个画面 他们要我站在这里 大家请坐 各位护法信徒大家请坐 首先要恭喜各位 今天是梁皇的圆满第十卷 恭喜大家 各位的精进 能够在这几天当中 播空来参加梁皇 我用三个提问 来跟各位来 今天来做一个 算是一个分享 如果你问我说 梁皇宝灿跟修行四地有没有关系 其实是有绝对的关系 各位从第一卷的开始 我们如果各位走过这十卷 我们可以简单的回复一下 毕竟我是做读书会的 来解构一下这十卷的一个重点 其实从一开始 各位还记得 它是从重正音 就是如果我今天来礼拜 来拜灿 我的阴地 就好像说我今天要种水果 我想得到苹果 我要种苹果的种子 对不对 我不可能种一个葡萄 想长出西瓜 如果要成佛 也要种正确的成佛的因 所以在一开始梁皇 它的第一卷 然后第二卷 全部都在讲 种下正确的成佛的因 讲这部梁皇 其实种下正确的因 其实一开始 保治禅师 各位也许都听到了 梁武帝这些的 过去跟赤士夫人 但是当时保治禅师 要做这部梁皇 它有十二个因缘 可能一开始 你们在送的时候 也许还记得 一开始说 希望化到六道群灵 六道的众生 还在成成福福的众生 都能够得到这个 应该说加持 能够得到回向 还有包括呢 我为了报答慈恩 我想各位我们很多 就是为了报父母恩 报历代祖先的恩德 乃至一位累结父母来报恩 我想这些十二个 我就不一一的说 那么种下这个因还不够 它要告诉我们说 我们今天要迈向成佛之道 它一定要有对的观念 所以呢这里面告诉我们 这个因里面 我们当然第一个要先归一三宝 然后要断除疑惑 要深信因果 乃至于呢 要起这种忏悔心 也就是我今天不是为谁要我来 我不能不来 这个因地就不一样 而是我今天是为了 我能够在 因为我理解认识了我自己 了解了我有种种的 过去的无知 然后所造下的 不论是语言上 行为上 那个观念里头 我都希望借着这部忏法 来忏除 我种种过去 不当的这些行为 乃至于语言 那当然讲完之后 当然还不够 我忏悔有时候是没有力量 有时候 我业力来的时候 我实在 没有足够的力量 那怎么越过呢 当然这里面就鼓励我们 要发菩提心 要发怨心 发回向心 这些呢 都种下了因之后 你知道在学佛的历程 会遇到委屈 会受到委屈 那这时候会不能理解 我这么严重 我这么严重来拜 是怎么都能读到这种事情 那这时候第二段 明因果 就是说 我说这有没有跟修行有关系 有 我种下了正确的观念之后 但是人的 我们在修行上 毕竟还没有那么坚定的 坚固的道心的时候 我必须要从因果这个地方 那怎么去 在里面讲说 你无论是推因 从因去验证那个果 或者从果来推 来寻找那个前面的因 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你可以从现在这个果去推 往前推 或者是从这个因 大概可以判断未来的结果 那明因果对我们有什么帮助 对我们最起码的说 我知道那个来龙去卖了 我又知道 我怎么样不再造 不当的因 让我不要再去受那个 不必要的苦果 所以因对了 我比如举个例子 我很喜欢 我每次讲这个 我就很喜欢讲某一段 这里面不是都会讲到说 大富富贵的人 因为他乐于布施 长寿因为持戒 那你们可能都会听到 你如果要真中阳 你又要修忍辱 你说后来我要比较漂亮 比较漂亮不是没什么 是靠修忍辱来的 所以你如果看真中阳 就会说 这过去有修忍辱 然后呢 如果呢 你说这个人声音怎么那么好 这声音很好听的 你唱歌很好听 还有歌用三宝 有赞叹三宝 那我为什么说 我很喜欢讲有一段 他说呢 里面说人见欢喜 人说 漂亮不漂亮 漂不漂亮是其次 有人缘很重要 有人缘 那人见欢喜 是修什么音 是修见人欢喜 我看到这一段 我好喜欢哦 你看你如果后来 要教你的孩子 说你也有人缘 你只是讲一个国 但是你教他怎么样 去修那个音 你看他欢喜 大家就会看你很欢喜 所以你要怎么结人缘 你要先升起欢喜心 你看到人来 我看到你来很欢喜 这时候 其实你也就在 培养你自己好的音 所以这个音跟果之间 其实我们越来越明白 但是在那个第四卷里面 你们可能会看到 果报里面 果报里面有一段 他不是有讲到说 讲到这个地狱里面 种种的苦 然后不是问到一段说 我问狱卒说 你怎么那么酷毒 怎么那么样的残忍 那要做这个 这个在地狱当中 有种种的 这个很难以叙述的 这种苦痛 然后呢 这时候就问 你这么没有慈悲吗 跟狱卒说 如果你问狱卒说 你怎么那么没有慈悲心 一个家这样苦痛苦痛 把这个地狱的 在地狱的众生 这样苦痛苦痛 他狱卒就说 他说 这些众生 都是因为不孝父母 毋谤三宝 称恨杀害 他好不容易呢 收口 收到后了 出去 没多久还回来 一遍 一遍就 他说不可以哦 你如果不可以还这样啊 你以后要孝顺父母什么 结果呢 出去了 好不容易已经离苦了 又给你跑回来 一而再反复反复 所以他在经文里面 在讲说 才出去没多久又回来 辗转轮回 不知痛苦 令我经历彼此众生 说 我也很疼的耶 我觉得看到这一段 也很有趣 那如果没有这样 这种方法 他又不敢怨 就这个意思 所以我看到这一段 我觉得非常的 当然就在叙述说 我们在读这些过程 当然我们要求爱忏悔 过去我们已经做的 我们当然希望能够 忏处除灭 那没有做的 我们就不要做 我想这个都是 告诉我们因果的关系 那这个等到重症因 明因果之后要解冤事结 所以从卷五卷六 都在解冤事结 那解冤事结 我们说 那屎的白头顶 那屎的白头顶 怎么打开 打死贾 打到鬼子 打死贾 打不住 怎么样解 所以这一段里面 他就讲一段 各位你们可以看到说 冤从清而来 你跟我没关系 今天拔了 我也不会把你导演 因为我跟你就不认识 可是常常我们会 打死贾 都是因为很在乎 很在乎 那所以冤是从清而来 那你会看很奇妙的是 解冤事结里面 解的第一个是 要解套的第一个是父母 父母亲子关系 这个一直以来 我以前 我现在看那个梁皇之后 但越了解 这个在教育界 尤其做辅导工作 我就发现 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里头 其实是 因为跟亲子之间的关系不好 而造成他的性格上 有对父母很多的误解 比如说 有一个年轻人 他觉得说 爸爸妈妈永远就比较疼 哥哥 那家里好像最好都是给他 可是父母难为 然后有一天 这个年轻人呢 就跟他爸爸妈妈表白 他说 好像我不是你生的 我不是你生的 是什么最好都是哥哥 那我自己要去打工 一切都是 他当然就有很多的不满 后来呢 妈妈就跟他说 因为你较聪 你哥哥较疼 那当然了 后来他学佛 这个年轻人后来学佛 他后来也释怀了 他觉得说 我应该这样想 因为我有这样的足够的条件 我不需要 让父母亲为我付出更多 其实后来学佛之后 年轻人也会有所改变 那慢慢的他也会解套 那我们讲说 父母的这个亲眷之间的 就是不只是父母 还有亲子之间的 这些都会彼此有所期待 孩子期待父母 父母期待子女 在彼此期待当中 会有失望 会有失落感 甚至呢 就会彼此有一种怨恨 我早知道不要把你生出来 要不然就是说 这个 甚至亲子吵起来的时候 你干嘛把我出生出来 小孩子就念爸爸妈妈 你干嘛把我出生 那爸妈说 早知道我们不要给你生 所以这些当中 都会彼此因为 有期待而有失落 甚至呢 造成了不必要的冤结 所以我现在都在呼吁一件事 家庭里面不是讲礼的 家里面是讲情的 所以各位 当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记得 参加法会回去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要常常跟家人说好话 跟他够黑肉 我今天认真打拼拜 会让你身体健康 现在你后面还要来拜 说你快去拜 因为你是为他回向 所以家是讲情感 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地方 要化解清卷之间的恩怨 其实是要有点智慧 但是背后是要更大的包容 因为爱它可以包容 这个慈悲 佛教里面讲的慈悲 它可以允许要原谅 像这个都是 那无论如何 这个解冤事解 我就不再花太多时间 但呢 在后面呢 你们还记得讲 从卷七卷八卷九 都在庆幸说 我因为 我能够清净三宝 我能够感恩 而且发愿代理佛 代六道众生理佛 有没有 你会发现到 从这三段里头 你会发现 有多幸福 它里面还有对人道 不是只有恶道众生 还有代替 代替 哪怕是人道 没有清净佛法的这些众生 我们还能够为代他们 也许我们家人 还没有信佛 如果说到拜佛 我们家的又不来 那我们有这个机会 来为他回向 代理佛 所以你看哦 前面种正的因 然后明白因果 我明白因果以后 我就了解了 这个明理 我们说要了解了 那我就解缘世杰 那没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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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套了 就这个解缘世杰 就等于是解开嘛 一个个解 解开之后呢 然后你就觉得 哇很欢喜 然后我们就很觉得 我庆幸我能够来生而为人 还能够在佛门的这个家庭 甚至也许家人不是学佛 但我却能学佛 所以感到庆幸 然后最后来回向 所以你说这个铺陈 其实是很有四地的 在修行上 如果没有正确的因 事实上拜了半天 事实上不一定 能够真正的去感悟到 其中的一个妙礼 那我要问的第二个问题说 那解缘世杰 这个有 你们都听过在水灿里面 有现报 生报 后报 有没有 现世报的 那生报有可能是过去生 过去做今生受报 或者现在 这个来世生来受报 后报现在看不到 以后才会知道 总而言之 这个 在这个解缘世杰 我们讲说这个冤结当中 我就讲一个 第二个就是真实的故事 我们有一个科名盖督导 这个督导呢 他说他 他其实是 学佛的时候 他是口腔癌 那他因为知道自己 他只是默契了 那他觉得说 我十日不多 那他的同修也学佛 所以跟他讲说 你要真的 你时间没多 你要赶快静静 所以当他到决定 要做会长的时候 其实我们总会是很犹豫的 你怎么忍心让一个癌末的病人 而且呢 他还要动一个很大的刀 十几个小时的刀 然后呢 甚至要化疗这些的 所以说 母母 你不必做 你不必做 我这样不要做 因为这个身体很重要 他说 师父 你要让我做 因为有时间不多了 好吧 我们就让他做 就他开刀的时候呢 他跟医生说 医生我现在是会长 你怎么开 拜托 我这边比较重要 好 开这样边漂亮漂亮 这也很为难 对不对 然后呢 医生就帮他开 开了好像十七个小时吧 动了一个很大的刀 结果开完之后呢 他因为想到他是做会长 所以呢 他开完刀之后 他就在病房里面 他不能讲话嘛 就开始呢 在写那个腊八粥要几碗 煮几碗几碗 那我要讲他的是什么 他说 要等到有一天 他现在 他是在中区的 你们有机会 柯明盖这位独岛 他说呢 其实他回想 他说他这个是有现世报的 因为他过去 少年的时候 想要躺得多钱 然后呢 做了沙业 这个沙业呢 偏偏就是做钓鱼虾 那他说当他自己口腔挨末的时候 他就会想到 他不是要受这个苦吗 他就想到自己 这个在钓的过程 其实他就觉得 我好像在感同身受 那个被吊的痛苦 结果呢 他有一次 是被 被绑架 他是被绑到山上去 他说其实叔叔 你不知道 我 我因为过去沙业做太多 所以 我自己感受到 那个夜报 他说有一次是 他去Google探纸嘛 探纸 然后呢 就开个Benz 然后 后来呢 就 他说 其实是从他之后 车子才改造 后来 台湾的汽车才改成 上车自动锁门 他说那时候 他的车是 上车之后 后来 两个歹徒 从后面 就上车 然后就把他绑走 绑到山上去 然后呢 要把他灭口 其实就要要钱 要什么都给他拖 就是等于是 要他的 要钱就对了 他说要给他撕票 那时候 因为所有的 大概都准备好了 拖到山上 把他灭口 那时候他 一直念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一直念 然后念的时候呢 他就 灵气一动 他想说 如果 如果今天 我就真的要死的话 我最早要跟你说 这个呼唤 然后呢 就跟对方说 你 把我穿我的钱 钱就算了 钱就算了 来世 你金生你给我拿 我来世 就是你会还我 但是你如果把我的名字 你如果杀了我的话 我会带你 带掉掉 你也不好过 我也不好过 你要想钱做 听说就这样跟他讲 他讲得很白这样子 对方听听着 就把他放掉了 真的是 他经过一个很惊险的过程 然后呢 等到 这个破案 就是后来破案 对 那个歹徒呢 歹徒中间还有一段 他说 但是我如果没有把你抬掉 你会去报警 会抓我 他说 我不要说就好了 那当然那个歹徒想一想就把他放了 但后来呢 破案之后 这个警察跟他说 你实在有很福报 他说 你前面六个被绑票的全部都被撕票 你是这第七个没有死的 然后呢 他说 我赶紧下婚 我赶紧下婚的 所以他就深深的感觉我赶快 后来他要做第二任 你想 艾莫 我们要做第二任会长 我说不用不用 你做一任 这样就很好 已经功德无量 他说 不行 输 你再给我做一任 所以他是做两任的会长 今年好像有四加一的会长 对不对 我想真的 我们能多做一点 只是个福德因缘 是累积 那我要跟各位讲 这个解约世界 有时候我们今年 今生所遇到是消 是消 但是我最近有深的感觉就是 我可以在佛前忏悔 我很难对我家人忏悔 尤其对那个 我很在意的人忏悔 更难 难上加难 可是我跟各位说 就是因为难 这才叫修行 你对佛主 佛主啊 我做得不对 你要原谅我 这个是可以跟佛主讲 因为佛主很慈悲嘛 对不对 你愿不愿意跟你 可能家里那另外一半 还是说 你的哪一个 你跟他没尝好 你跟他说 我给你失礼 我实在是 可能是说话没尝好 跟你结下这个 我是来跟你忏悔 人往往因为尊严 因为自尊心 没办法 去跨越这一步 那那个自尊心 跟所谓的尊严是什么 就是我执 在佛教不可入破的 没有办法 这个如果真的要跨越的话 就是那个 打破那个我执这件事情 是我们修行的很大的跨越 所以当我愿意低头 惭愧 忏悔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解放的是自己 得到自己会得到更大的解脱 你没有办法想象 哇 我今天好舒服哦 然后那天我跟佛主说 我梁黄宝燦在金光明寺 结束圆满的时候 有一个很高的 190公分的一个大男生 他说 住持 我可以跟你讲个话吗 我就好 坐下来 他就哇 眼泪哗啦哗啦掉下来 我说 你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吗 他说 师父 我听到你们法师开示 在讲忏悔 我们有一个法师 也发入忏悔 说他过去小时候 做的不对的事情 他说法师都愿意乐于 跟我们说 每一个人原来连法师 都会有一些过失来忏悔 我哗 就一面讲就哭出来说 我做的事情 过得多 会对好 我就说 哇 那你了不起 你今天感觉有自觉到了 你很了不起 他说 师父 你不晓得 我哗 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 那讲着讲着 他另外一半就过来了 他的太太 然后就眼睛不以为 哗 你走来家 嘿 师父 我跟你讲 这个法会是我报名 他尾随我来的 我说 那很好啊 你们这样有共同的信仰啊 你不知道 我本来是不原谅他的 拜两天就说要我原谅他 我说 拜完再说 原来是红子不忘记 那我就说 那他刚刚正在忏悔 发入忏悔 他的种种的不是 那您要不要考虑原谅他 回去再说 我就说 其实今天就已经圆满了 今天已经梁皇拜圆满了 你还不要就趁在我的面前 你就原谅他吧 然后呢 那个 其实很年轻 年轻的夫妇 那个男生还挂着眼泪 我说 人能够自觉是不容易的 我还说服一下 就是太太就说了一句话 哎 师父 其实我也不应该啦 我就是说话很直啦 我讲话就是很直啦 可能也刺伤他啦 我也是有不对的地方 我说哇 那你很了不起 我说你们两个 这样子太好了 结缘事结 当场就圆满 我说这个最好 我说你们要知道 夫妻能够有共同的信仰 这是了不起的 然后那个先生就讲 他说师父 我五天没有睡觉 我白天都来这里拜佛 然后呢 参加全程的 晚上大夜班 其实很奇怪的是 我五天没睡觉 我来到场 就觉得很有精神 到了公司又要睡了 我说你也是吃 所以你五天没睡觉 他说可是我越拜精神越好 我说很好 你今天跟你的另外一半 这样两个说好 一起 你们就叫菩提眷属 要一起在佛道上互相成就 其实我跟各位说 学佛难是难在哪里 难在拜灿 在佛前拜很容易 回去要面对现实的生活 要面对那个难以原谅的那个 让我弃到半岁 那个要跟他说 好吧 我原谅你 我跟各位说 那个叫修行 那个才叫修行 如果我真的能够放得下 咽得下这一口气 你想到我宽阔一点 我跨越了 我海阔天空 我跨越了 其实战胜的是我自己的执着 我战胜的是我自己 过去的只能我 我可能三五个人 可是我现在可以更三十个五十个人 百个人千人 我都可以接受 我觉得更宽广的是自己 所以说是原谅他人 是战胜自己 而修行最美好的也在这里 所以我期待我们 在这个十卷的梁黄 既是忏悔了解这个明因事果的历程 那更重要的是 我们都要发愿 只要能发愿 能够超越一切 现在所遇到的种种的困难 那天年轻人问我 压力怎么过 如果有压力的时候怎么办 我说只有靠愿力 愿力才能超越你的压力 当然愿力也能超越我们的业力 所以我希望各位 当我发起愿力的时候 就想起 哎呀 我想到我能够 想到我自我感到庆幸说 我还能学佛 我还能在佛门里面来回向这么多人 我还能为我历代祖先 我太有福报了 所以想到如此 哎呀那个算什么 原谅他 我觉得我们自己会更宽广一点 我在这里祝福大家 我相信各位的这种精进 这种功德力 一定会让各位在今生 不只是智慧增长 而能够因为你个人的学佛 避应了你的家庭 避应了你的历代的祖先 我觉得你们真的很了不起 应该给自己掌声哦 那么特别 谢谢 谢谢大家